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可能现在已经有一个买案网络中心的网站 或者是您现在正在考虑购买一个网站 来帮您做一个未来的这个网络的生意 那不管您的网站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其实今天这一堂课程呢 都可以再给您一些新的想法 那么也可以再重新帮你打造一个 属于您2016年的这个线上行销方案 好 那么其实过去呢 我们一直在强调 每按网络中心提供的不只是一个架设网站的工具跟平台 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购买每一个每按网络中心的这个产品的老板们 你们都可以透过这个产品来做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线上行销的这个生意 那不管你有没有跟shop.com合作 其实拥有一个网站你就已经有机会跟成千上万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人做生意 所以网站可以帮您做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我们今天会分成几个层面来跟大家做讨论 第一个部分是你的线上策略应该要怎么做 一个网站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好的内容好的设计 甚至于透过社群媒体的方式来帮你做一个行销呢 那么最后我们也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个Love Local Feast的一个赠奖的活动 那么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赠奖的活动呢 来帮助老板的老板您来更了解我们网络中心的行销产品 那帮助您来决定一下您明年应该要怎么样来做你的这个网络生意 好那么其实过去呢在这一年当中网络中心做了非常多的改变 那么像这样子的一个训练课程在我们今年度也一直陆续的在推出 目的就是希望帮助所有的老板能够做更好的生意 那么在这个技术支援的部分呢 我们也一直不停的在增加人力 那么未来我们也会来做制作一系列的这个教学影片 来帮助老板你更有这个时间的话 你可以来观赏我们的教学影片 拿来学习怎么样去维护您的网站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架设一个网站一定有一个目标 好那根据这个目标我们去规划我们要做的事情 每一个老板你做网站的目的可能不一样 你的目的可能是要销售产品 你的目的可能是要分享你的服务资讯 或者是要分享你手上有的这些资源 甚至于您想打造一个属于你的网络品牌 那或者是你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有更多人来联络你 甚至于能够得到更多的转接 所以网站的目的不外乎我们现在荧幕上出现这六个方向 所以不管你现在有没有网站 你都可以来想一想 根据这六个目标跟方向 你应该要怎么去做 那么怎么样去帮助你自己去做一个好的网络行销的一个方案 那么其实各位应该都有听到我的声音吧 我的声音应该是正常 如果说你现在听到声音有不正常的情况 请你再登出以后再登入试试看 那么我们刚刚讲了 其实一个网站的目标我不外乎是这六个方向 所以不管你现在有没有网站 你都可以先用这六大方向来为你自己的网站做一个健康检查 看看你的网站有没有达到这些目标 有没有做到你想要做的事情 好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要来看一下 有了网站之后呢 好 有了网站之后呢 并不是这样就结束了 好 因为其实很多老板可能你不管是以前或现在 你可能都有买过网站 或者是你现在正在考虑 那我买了网站之后 我到底可以做什么事情 网站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网站就像一个网络商店 一个橱窗 那么这个网络当中 千千万万的商家 千千万万的橱窗 你怎么样能够把你的商品 你的服务能够曝光在这么多 重度搜寻的这个人口面前呢 其实你要做的就是网络行销 网络行销不外乎涵盖了 我们现在荧幕上讲的这几个方向 第一个是搜寻引擎自然排序 也就是我们讲的SEO的部分 那么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讲的社群媒体 社群媒体的话 我想很多老板一开始 可能你还没有在架售网站的时候 你已经在社群媒体上活动了 举例来说 你可能已经有一个脸书的粉丝团 你可能已经有个脸书的账号 在跟大家分享你的产品 你的服务 好 那么甚至于呢 您的网站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 收集名单的方法 或甚至于让你的这个顾客 留下资料之后 他能够得到一个自动回复的一个功能 甚至于你是不是有想过 要透过电子邮件来做一些 行销活动等等的 好 所以其实网站架好了 并不是生意就会自动上门 重点在于你网站架好之后 有没有透过这些网络行销方案 来帮助你做你的网站曝光 所以我们待会也会根据这几个方向 来跟大家做分享 好 那么首先呢 假设您现在有考虑重新的 这个规划您的网站内容 比方说像我们今年有新的 响应式网页 你现在正在考虑要升级成 我们的新的响应式网页 新的响应式购物车 或者是您现在正在 已经购买了网站 但是还在跟我们的设计中心 或是跟你的设计团队 在讨论你的网站的时候 那不管你现在在哪一个阶段 在规划这个方向来讲 我们今天会分成这几个部分 来跟大家分享 你的网站需要多少的页面 每个页面需要什么样的内容 你要多少时间去把这些页面做出来 以及最后你的网站 什么时候要上线等等的 那你有这一些规划之后呢 你才能够具体的了解你的网站 什么时候可以上线开始运作 好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设计的部分 其实响应式网页 在过去的这一年 我们已经谈论了非常非常的多 那可能老板您可能是第一次上线 还不了解什么是响应式网页 那么你可以看一下我们隔壁的这个画面 好 这个画面上面呢 你会发现一般我们桌上型的电脑显示的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页面 那么到了这个桌 这个笔电了以后呢 它会自动缩小成笔电的画面 那么用平板它会缩成平板的画面 那更不要讲手机 它就会缩成手机的画面 好 那你可能会觉得说 那这跟以前的手机式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手机版的网站 有什么不一样呢 好 这是非常的不一样的 因为其实在今年的4月份开始 Google已经重新的 把他的这个搜寻引擎演化的这个计算方式 重新计算过了 怎么说呢 他们已经把没有所谓手机版的网站 甚至于不是响应式网页的网站的搜寻排名 压到非常的后面 那么过去呢 你可能有一个手机版的网站 你可能也有一个所谓一般的网站 那么对于搜寻引擎来讲 它是属于两个网站 也就是它的流量是不会互通的 对它来讲这是两个网站 那缺点是什么呢 缺点就是大家都知道 现在的人呢 大部分都用行动装置上网 比方是手机平板 那么越来越少的人 他可能会专注于坐在电脑前面去搜寻他要的资料 所以换句话讲 假设你现在有一个手机版的网站 那么很多的流量可能都来自于手机版的网站 那么你的这个桌机版的网站 或是一般的网站的流量 可能就没有办法有这个计算的部分 好 所以响应式网页最大的差别是 它是一个网站 但是它可以应用在不同的装置上面 所以对于搜寻引擎来讲 它只是一个网站 不管你的流量从哪一个网站的这个模式来 它都会归属于这个网站的流量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对于提升你的SEO 就是你的搜寻引擎排名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认定在2016年你一定是要有一个响应式网 因为这是绝对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那么再来就是内容的部分 很多老板在加上网站的时候 你可能都会觉得说 我就把产品放上去 把图片放上去就好啦 其实内容也是吸引你的观众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因为您在销售产品销售服务的时候 一般消费者他一定会想要先了解 您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提供什么样的产品 那么对于产品跟服务的内容叙述就非常的重要 那么你公司建立的精神是什么等等的这一些 所以内容绝对是现在网站搜寻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你目前的网站有没有按照你想要的目标 在撰写这样的内容 还是你只是放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资讯 或是不是那么吸引的内容在上面冲述呢 这个部分都是各位老板们 你要好好去想一想 你的网站应该要放什么样的内容 是不是是一个有效的网站 所以在设计的这方面 我们当然第一个技术变的部分来讲 我们希望是你的网站一定是要是响应式的 那么内容的部分 当然这个也是关系到你的搜寻引擎的排名 因为我们先前在一些不同的课程都有提过了 你的搜寻引擎排名能够提高 也就是你提供的内容是够正确的 资讯是够精准的 那么你的消费者他搜寻到你的时候呢 他才不会 进来你的网页可能不到30秒 他就离开了 因为他找不到他要的资讯 好 那么再来我们看一下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响应式网页 所以如果您现在是我们美安网络中心的顾客 当然你现在如果是用旧版的网站 那你们可以升级成我们新的响应式网页 好 升级成新的响应式网页 那么升级之后这些资料的这个维护跟其他的部分 如果你有问题都可以联络我们的技术客服 来帮协助您做这些资料的转换 好 他们会联络我们的工程师 保留您购物车资料也好 或其他部分的资料来帮您做这样的一个转换 所以我们刚刚讲了 其实响应式网页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这是绝对在明年 可能每一个网站都应该有这样子一个功能 好 那么如果说呢 您现在有在考虑购买我们网络中心的网站的话呢 这当然对于设计的方面您可以有几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就是 只要是您是我们网络中心的顾客 我们都会赠送您免费的版型 你都可以从这些免费的版型当中 挑选一个你喜欢的样式来做修改 那只要放上您自己的这个产品图片 放上您的服务的内容 其实那网站很快就可以上线了 而且我们后台有无限次的一个编辑的功能 您想要怎么编辑都可以 那么如果说 你们有考虑购买我们的设计的话 我们设计有分成两种 第一种就是所谓的优质型响应设计 这个部分的费用大资三千两百块台币 那么它有什么样的内容呢 我们有帮您内建好十个网页清单 而且也帮您内建好了一些预约的表格功能 也就是一样的 您只要购买了这样的一个版型 你不需要再自己去设计这些预约的表格 也不用自己再去设计这些预约的这个功能 我们已经帮您内建好了 您只要把图片更换掉 把内容更换掉就可以 那么如果您真的没有这么多时间 自己去架设自己的网站 另外一个方式当然就是购买我们的设计套装 我们会有专业的这个设计师 以及这个网页整合师来帮您整合你的网站 那让你的网站上线了之后呢 你可以轻松的去做修改 而不需要再花更多的时间去设计你的网站 所以不管您现在要选择哪一个方式 其实我们的网页都是非常容易使用的 都是非常容易使用跟编辑的 那么这边我们有几个sample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很多老板你可能会想说 网络中心是不是在卖套版设计 其实不尽然 因为我们的网站设计 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样式 那像这个呢是其中一个样式 那么这是第二种样式 其实你都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做设计 那么当然响应是网页最重要的特点 就是你的图片的精致度要够 你的图片精致度够的时候呢 整个质感才会显现出来 才会显现出来 所以像您现在看到这个网站 它就是一个响应式的网页 好那你会发现 其实响应式网页的设计 比起过去的网页设计来讲 它拉的这个长度有比较长 是因为当它要缩放在不同装置的时候 它要能够有空间去缩放它的资料 所以你会发现像 一般你在网页上显现时候 它是这样的一个方法 好那么到手机板 它就会自动往左边做一个缩放的动作 好像这个也是一个响应式的网页 所以你会发现同样是响应式网页 你还是可以有不同的设计 好那么这个也是响应式网页 这个也是 所以其实各位老板你会发现 网络中心的这个版型 有各式各样的版型 都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做设计 你也可以根据你的需求 自己去更换你需要的一个图片 好那么整个设计的部分讲完了之后 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讲嘛 一个网站你有好的设计 有好的内容有好的这个技术面来应用到各个不同的装置之后呢 重点在于你能不能做到好的有效的网络曝光 好那么网络曝光的话 这边我们来分成几个这个方向来跟大家做讨论 第一个部分就是有关于社群媒体的策略 我想现在大概没有一个老板没有在用社群媒体 然后只要你的产品是直接销售到一般消费者的手上的 可能你至少都会有一个所谓的这个脸书粉丝页 好那甚至于可能老板你自己就是从粉丝页起家的一个老板 好那么所以在选择社群媒体上面的话 当然这边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 你可以专注在一个平台去做一个经营 好像在上个月的课程我们就有提到社群媒体经营的一个策略 现在社群媒体百百款 当然以台湾来讲最夯的还是脸书嘛 好那当然现在慢慢的可能有一些老板会开始经营instagram 你可能会在经营开始经营pinterest等等 其他的社群媒体 那么不管你选择哪一个平台 其实你都可以选择一个平台来专注于经营 那么在经营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想想 你想要多久来张贴一篇文章 你想要分享什么样的内容 那么有没有可能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你跟你的顾客之间的连结越来越紧密 好为什么 因为其实现在人都在社群媒体上天天在上面浏览 好像你我们自己都可以想你一天花多少时间在滑手机 好所以这么多人在脸书上滑在这个手机上滑手机 在平板上滑这个资料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其实利用这样的一个管道来跟你的这个顾客做一个连结 还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方法 好所以各位老板如果你觉得在经营社群媒体上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方法 当然这是这是最最好对你来讲可能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那么如果没有的话你觉得你没有时间 或者是你现在对于经营社群媒体上面有一些困难 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那我们美安网络中心也提供了这个社群媒体管理的一个服务 来帮助你管理你的社群媒体 当然从一开始的账号建立跟美洲帮你上天文字跟影像 甚至协助你去回答这些问题跟贴文等等的 我们都有提供这样子一个服务 那么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在上个月的这个顾客 教育训练课程里面 我们也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社群媒体怎么样经营 那大家有兴趣呢也可以上来看我们待会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录影 影片放在YouTube的哪一个channel 好那么再来就是其实现在很多人我们刚刚讲都在社群媒体上做交流 做分享甚至于现在有很多的网站都有一些评论的功能 像国外最有名的就是一个TripAdvisor啦或者是Yelp 那么像台湾的话可能就像爱评网这样子的一个网站 那么其实这些网站就是提供这些我们所谓的评论跟评价 给消费者去了解这一家公司的服务跟产品是不是很好的 那么可能在目前在国外来讲 他们对于这些评论的这个检视啊或是review都是非常的重视的 因为其实这一些多少都会影响到消费者是不是决定来你的这个店家 或是来你的这个来跟你购买这个产品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像包含我自己也是一样 我自己在国外消费的时候我也会去看这个店家或这个产品是不是有好的信誉 那么可能未来在台湾这一块也是一个蛮大的这个趋势 因为毕竟很多消费者他在搜寻他要的产品跟服务的时候 第一件事都会去看评价 这是一般人的一个行为 所以您是不是在网络上有好的评价 那么如果说您出现不好的评价的时候呢 网络中心这边呢可以帮助您做一个大规模的行销活动 甚至利用SEO的这个部分来帮您做这些所谓的这个 将你的这个评论的这个部分的那个显示可以移到比方说搜寻的后面几页去 好那如果各位对于这个部分有兴趣的话都可以透过我们的超链锁店主来帮您预约一个网络行销的这个会谈 请我们的产品专业来帮您详细的介绍我们的产品内容 好所以透过刚刚我们讲的你可以透过社群媒体的方法来曝光你自己的这个知名度 那除此之外当然另外一些在所谓在搜寻引擎上一个能见度来讲的话 它有两个方式可以做 当然第一个可能就是各位有听过的所谓的自安排序法 搜寻引擎自安排序法 好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如果您是我们网络中心的过客呢 我们在前前两集的课程又提到怎么样去设定你的自安排序 好从我们的后台的工具如何去做使用 那么或者是说呢 您想要在短期限之内呢 呃做一个大量的付费广告的曝光 你可以透过这个Google的关键字 以及这个Yahoo的关键字的一个设定来帮你做这样子一个广 付费广告的曝光 那么不管您选择哪一个方式呢 网络中心有提供这样的服务 包含我们帮你设定这个所谓本地跟区域的SEO 好那么呃所谓本地跟区域 当然就是你的地理范围的这个大小的界定啦 好所以基本上来说 假设您自己可以设定您有兴趣的话 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网络中心内建的这个SEO的工具 来帮你做这样的一个设定 或是透过我们的服务购买我们的服务 请我们的这个专员来帮你做这样的一个设定 好那么另外一个就是Google关键字 因为其实现在人呢 其实他还是会大量的去透过这个Google的这个关键字搜寻 去找到他想要的服务跟这个产品 所以假设来说 举例来讲现在是11月底了 好那各位老板 可能您现在的网站刚架设好 你希望在短期之内 尤其过年前你希望有个比较大量的曝光的话 其实透过这样的关键字的设定 对你来讲可能是会比较快的方法 因为自然排序法它需要一点时间 让这个Google去做演算 那么关键字的话 它其实就是很短期间之内的一个大量曝光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好所以假设您现在已经有 对于针对明年度 甚至于接下来这一两个月的这个网络行销的这个想法的话 其实透过关键字的曝光 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个最快的方法 那如果你想要多了解的话 一样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个数位行销产品的会谈 请我们的这个专员来帮你介绍我们这个产品 如何去帮你做操作 好 那么综合以上的这些方法都是增加我们网站的曝光度 以及增加我们网络的这个曝光度 但是呢 其实各位老板要知道 在网络中心的后台 我们已经帮你内建的所谓电子邮件行销的部分 好 那么可能呢有些老板会觉得说 哎呀电子邮件行销 这是很老套了 其实他才是一个我觉得能够长长求求 跟你的顾客建立关系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怎么说呢 像我自己是一个消费者 其实我常常每天我几乎每天都会从不同的这个网络网站收到他们的电子邮件行销 那么当然我不一定每一封都会看 我不一定每一封都会看 但是偶尔总是会有一两封两三封会引发我的兴趣 因为可能刚好他提到的内容 或是刚好他分享的产品 他分享的服务是我有需要的 好那么当我有需要说我看到他的时候呢 我就会点进去 好所以其实 呃身为一个消费者也很奇怪 像我天天接到这些电子邮件行销的或是电子报 我也不一定会去把它删除 我也不一定会取消订阅 但是我就是留着 因为可能我知道有一天或许我会从这个商家得到我想要的资讯 好所以 一样的你的消费者可能也会有同样的想法 他们可能也会需要你常常分享一些资讯给他 那么透过资讯分享的方法 你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发一封电子邮件去告诉他 诶我现在可能有一些什么样行销活动 尤其我刚刚讲了 接下来下个月的耶旦节 那么一直到我们的农历年前 假设你手上有你的会员资料 假设你现在手上有收集了一些顾客的名单 你要不要透过一些简单的方法来告诉他 嘿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行销活动 你要不要来跟我购买这个产品呢 你可以有更好的优惠价哦 其实像在今天上课之前 我刚才从我的手机上看到一个产品哦 那其实那个产品是我的朋友分享给我的 那我觉得他还不错用 我正想要问我朋友说要去哪里买的时候 我刚好在手机的脸书广告上看到这个产品 一模一样的产品 就这个商家 然后我就上去看了 他现在在做一个促销活动 结果呢 我就看到底下有人在问他说 哎老板 那你这个买三送一的这个活动 有在门市上做吗 还是有在哪里哪个通路做吗 结果你知道吗 这个老板直接在上面回 没有这是官网特别活动 所以其实我刚好想到 其实这个部分对各位老板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怎么说呢 针对你的官网 你可以去做促销 可能老板你有店面 你也可能有跟一些特定的通路合作 甚至于你现在正在跟shop.com合作 但是有没有想过 其实你就可以为你自己的网站做一个行销活动 而且是专属于你的网站的行销活动 帮助你的网站来做一个曝光 所以其实像刚刚那样子你可以设计一个行销活动 是专门针对你的官网 也就是只要到你的官网购买 他才买得到这个优惠 他在门市买不到 在其他通路也买不到 那么当然你可能也会提供你的门市 或其他通路一些其他不一样的行销活动 所以其实行销活动 他不是只有一个模式或一个方式 他可以针对你不同的目标 比方说像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今天的目的是要强力的曝光 我们的网站 我们的官网 好那么你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法 来帮你的官网做促销活动 好做促销活动 好所以其实简单的这个建立的活动 这样的部分 可以让你的顾客来了解你的优惠 甚至于接下来你可能还有其他的活动 要举办 比方说过年前你可能还会有一波 这个针对官网的这个专门的一个活动等等 所以我们刚刚一开始讲了 拥有一个网站 不是只跟特定的通路 跟特定的对象合作 而是你已经拥有属于你自己的店面 所以你该为你的店面做什么样的活动 这完全是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上 你有完全的主控权可以决定你自己要怎么做 好 所以电子邮件行销部分是我们内建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免费的行销工具 我们希望各位老板们都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多多的利用 来促销你自己的网站 促销你自己的产品 那么我们过去也有录制这样的一个课程 我们待会会来跟大家分享你如何去复习这样的课程 来帮你自己重新做 好 总结一下我们每样网络中心 其实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内建行销工具 那在这边 我们也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讲 我们刚刚讲过了 我们后台就有内建的这个搜取引擎优化的工具 也就是你可以做这些搜取引擎 所谓自然排序法的一个设定 我们有社区媒体工具 我们有顾客关系管理 这是什么呢 顾客关系管理就是你可以把你所有的顾客的资料 内建到我们你的后台去 那么做什么呢 就是为了要做电子邮件行销 老板们你是不是常觉得 哇我有好多会员名单 我有好多会员资料 我不知道怎么整理 然后这边 一下这个一个人来跟你说 我是你的顾客 谁谁谁 一下人Facebook私讯跟你讲 非常的凌乱 那么你都可以透过我们提供的 这个所谓顾客关系管理的这样一个系统 把所有的资料内建到你的后台去 透过这样子一个方式去整理你的顾客资料 甚至用这些名单来做你进一步的电子邮件行销 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方便的 好 那么对不起 那么另外呢 我们也提供了这样子网誉名称的一个设定的服务 还有我们电子邮件的服务 我们这个可能老板 你底下如果有很多员工的话 你都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设定 来问你的员工们设定不同的电子邮件信箱 那么当然也不用讲我们现在的响应式网页 或是我们过去旧版的手机版网站等等 好 所以 我们刚刚谈论了这么多 无非是让老板们知道 从最基础的一个网站规划 技术面的部分 设计面的部分 内容的部分 到你的行销专案的部分 好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 你可能已经开始有一点点的简单的想法 知道说 哦 我知道我接下来应该要做什么了 那么该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其实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些所谓的我们叫做 呃 呃 action plan 就是我们的行动计划 好 我们现在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可以怎么做之后呢 我们的行动计划该怎么做呢 好 举例来说 明年的这个农历年是2月初 2月的第一个礼拜 好 那么当然你现在大概就要开始进行你的行销计划了 为什么 因为很快的12月开始到1月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 这两个月时间你如何能够强力的去曝光 你自己的产品 强力的曝光你自己的这个服务 其实就剩下这8周的时间你可以做了 好 那么再加上假设你现在又想要重新设计你的网站 那么你就要清楚的去思考 你还有多少时间可以来规划 那帮你自己完成这些页面的设计 或是资料的更新 那么甚至于 假设你想加强你的社群服务的策略 甚至于广告的这个行销的部分 你可能也要想一想 你是要自己做吗 还是要使用我们的技术支援来协助你 还是你想要购买我们的服务 让我们的专业团队来协助你 这些都是各位要接下来思考的一个目标 好 所以我们刚刚讲了 举例来说 现在我有一个网站 那我这个网站我想要上线 可能我的内容有包含首页 关于我们产品服务购买 以及联络我们这几个页面 那么总共有五个页面的情况之下 举例来说 我如果想要在2016年的1月1号上线的话 我只剩下五周的时间可以做规划 换句话讲 我每一周就要完成一个页面的设计 以及内容的规划 好 所以以此类推 不管你现在是处于网站的哪一个状态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可能你的网站已经刚做完 你要开始做行销了 OK 那你可以直接从行销那一块开始下手 那假设说你现在网站想要做一个更新 你想要做一个 这个upgrade升级的话 那现在是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呢 你可能有一些老板 你现在才正要开始来忙碌农历年的事情 那么你也不可能去更新 好 那么假设说你现在觉得我有一点点时间可以更新 可能我希望在12月底之前完成 那你们就要开始计划 12月底之前我应该要做好哪些事情 做好哪些规划等等的 好 所以不管你现在处于哪个阶段 你都可以为自己开始做一个行动计划 开始想一想 我接下来是几个礼拜 4周 8周 6周 我应该要做哪些事情 我才有可能在农历年前完成我要的业绩 甚至于完成更多的订单 好 好 那么其实在前两 在上个月呢 我们已经有公布了一个这个免费赠奖的大方送的这个活动 其实这个活动真的非常的简单 那如果各位老板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进到我们的官网 www.mawebcenters.com 那么里面我们就会解释到怎么样去参加这个活动 好 这个活动主要是希望透过赠送这个社群媒体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奖品 来帮助各位老板们了解我们如何帮你操作你的社群媒体 那么进一步让你了解我们要网络中心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服务 那么如何参加这个活动呢 很简单 只要你加入我们的mawebcenters的脸书 粉丝页好那你定期的从我们的粉丝页里面去转贴 我们所分享的这个图片或设计稿也好 分享到您的网站您的这个脸书上 那你只要hashtag标签这个lovelocalpeace 然后标签你自己的商家的名字 好那或是你自己其他老板的名字都可以 那么你做这样子一个标签之后呢 我们在明年的1月1号会抽出三名的这个得奖者来赠送奖品 第一名的话你就是可以得到我们的社群媒体管理的这样一个大奖 好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希望帮助更多的老板做更多的曝光 好所以如果老板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一样上我们刚刚说的上了我们的官网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搜寻 好来了解我们这个活动 好那么其实针对我们美安网络中心的顾客呢 我们一直不停的在提供不同的支援 包括我们在我们申请媒体上的分享 甚至于像这样子一个课程 我们每个月固定都会办这样的一个课程 来帮助老板们你了解 你购买了一个什么样的产品 我们提供你什么样的一个服务 那么未来在技术支援的部分 我们也会加强人力的这个增加 甚至于我们会开始制作这些影片的介绍 来帮助你学习了解怎么样维护你的网站 所以这一切我们都是希望我们的顾客有最好的使用经验 那么能够帮助你做一个好的网络生意 好所以希望这样的课程能够帮助到你 开始规划属于你明年2016年的一个网站 那么有任何的问题呢 您都可以欢迎联络我们的技术支援中心 台湾的联络电话是02-2166-6349 它是一个台湾的室内电话 所以你不用担心需要付费这个国际电话 打到我们美国的团队去 不需要你只要打这个室内电话就可以了 好那么其他的这个国家的这个老板们呢 从你的网站的后台有个联络我们这边点进去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各个国家的联络电话 所以我们网络中心一直在持续的提供这样子一个服务 每天24小时一天一周七天 那么接下来像我们这个礼拜是美国的感恩节假期 那会有两天的休假 也就是台湾时间的星期五跟星期六是休假的 那么固定的这个休假时间 我们都会公告给我们的美安的超联络电主 你都可以随之跟我们的电主做查询 看我们的技术支援什么时候休息 好如果对于以上的课程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或是你想进一步了解我们的数位行销产品 怎么样去帮你做操作 你都可以请我们的超联络电主 帮你预约一个数位行销产品的这个会谈 请我们的产品众员来帮你做介绍 那么希望以上的课程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们待会也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客户专用的YouTube的频道 那么希望大家多多利用我们过去录制的课程 来帮助你做一个成功的网络生意 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